好了 喜盈盈在前面 后面那只就是胜利仔 胜利仔有个耳套 一只有个头罩 而喜盈盈扎了 其他配备已经除掉了 试这个谷杂 隔了五个礼拜跑 试前试了四货 试后再跳了两货 总共有六货单跳 加上这个大杂 走势就相当好 亦都肯骑 肯比上来 他有这样的走势交出不错的 胜利仔躲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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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 形形 其实这一晚早上 就算你说季初赢的时候 也不算起眼 反而现在的水平比季初赢的时候 接着看实力飞区 放在前面 永德米也在这组 试第二场 八运也在这组 是第一场的 实力飞区捉住 都要从头放到尾 其实就… 好像坐稳就可以了 对手都很平常的 这组 永德米也在第二 二八运 第三阻押住 但回来都没有 都退休的 参考性又不是很大 因为他都是压确的 用速度放脱了回来 参与又似乎不会 好了 欢喜 这些又是流鼻血 又是整个月才复货 和创意宝那些一样 创意宝的气管有血 三月份开始骑回 好了 孝行 下午绑利有了 整天都冲得劲的 就不是很幸运的 希望今次的祭遇 各样东西都好些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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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